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到碧莲看一下 我们队友这些往里疯狂的冲 我们帮他们掩护一下B狗 做一个蹲体活塞水运动 发现没有人出来 没有人出 说对面可能会从A大卡抽我们家 果真来了一个 这些手枪带走 好 我们队友自己放了包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碧莲有个人回房 好 抽一下没有抽掉没有关系 说的蹲体是double kill 可以 顺势架他们家啊 这个时候他们家可能会有人回房 那这种点位经常会来人的 来三二一出 猫体有天后有脚步 最后一家顺死刺杀的弹幕走过六了 枪王之王局统治们 枪王之王啊 我发现肯定弹幕可能会有人说 哎呀这几个新锐 专家 虐菜 看见喷涂没有 看见脚 看见脚底下的枪王之王喷涂这样没有 这绝对不是一个 这绝对不是一场演习 知道吗 好 我们这些闪光过来 利用一个色油炮 这个飞身带走啊 把天降 天降神屁 天降神屁 这一蹦给蹦走了 这人还在看一看 大哥 我已经上来了 我已经上来了multi kill 哇 这个反正真的是太牛逼了 哎呀 大家小伙伴可能问 哎 包子哥 你这G怎么这么厉害了 我这么几天没见你这么牛逼啊 你不打IK的吗 什么时候G这么牛逼啊 你给我解释一下 大招我这 哎呀 我大招 这个聚集枪啊 我不到关键时候 我绝对不会用出来的啊 首先这个分段是枪王之王局 大招小伴也可能注意到一个细节了 我的准型为什么会成为这种原色带点的黄色啊 大招 这个准型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准型是我的聚集枪专用准型 这么多年了 同志们七年错视频 我从来没有用这个准型给大家做一期视频吧 大家知道吗 作为一个男人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实力 要学会留一手 对吧 我的AK在大家心中已经还是还不错了 还不错了 但是我真终于没有展示我聚集枪的真正的实力 但是这一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一下枪王之王局 同志们 枪王之王局 聚集枪真的不给你吹牛逼 就前几年 对吧 大家知道我前几年我跟居神一块吃过饭 大家要想一想这个问题 大家仔细好好坐下来 沉下心想一想 你们可能觉得包着跟居神一块吃饭 这怎么可能吗 人家怎么会给你吃饭呢 对吧 你这肯定你们忽略了一点 我也是有居神的气场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捞一碗一盘的菜 一碗汤都可以喝到一块肚子里 为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都这么肥啊 但是这个情况 看见没有 我还有一血同学 一血 我想死都难啊 对吧 真的这把 这我死了算 我说好吗 你还想跳的一瞬间都不让我落地而死 我真的感觉这一局真的 变态的一匹啊 好 我们再来架一下 必看出不出人啊 哇天大哥 你真的出来了 哎呦 我感觉一把狙击枪 你架哪哪 出人的时候 还有在枪王之王分段 你感觉自己都感觉 哇 自己手感真的爆炸 我感觉一切都变得如此的安静 大家可能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包子哥 你这个视频为什么没有原生 哎呀 这个东西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我想让大家尽敬品味这场枪王之王局 十七杀零死这场经典之战啊 所以我们要保持一种非常平伙的心态 才能练就给自己在玩的时候那种好心态 为什么不开原生 我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我打开原生那一刻 你会听到满队讲都是666 老铁666 NICE 带我飞双牌朋友 都是那种 哎呀 那种话语 我觉得为了避免误导各位啊 大家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太多了啊 你无法实施 无法让自己真正的一种提升 我觉得大家要自己验好局 大家想跟这些视频打的一样牛逼吗 你就要屏蔽这些666 NICE 吹对牛逼那种心态 你大家要自强知道吗 你也可以的啊 所以我不给他放原生 太吵了 好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比较到了4比0 完全一种碾压的一种趋势 枪王自王碾压 哎呦 我天呦 我想我都变态啊 好 那我们这边选择冲击A大 先说架一下中路看一下 哎呀 自信出门队 自信出门队 对面貌似没怎么出人啊 绿烟封一下 对面都吓哭了 那队友都封绿烟 给人想 哎呦 你这队友不要再杀了 好吗 那给我们留点啊 我天 让我们再打几个啊 好 那我们再想到这边上别急 别急啊 我们这边上去看一下 这A平台呢 应该会有人的 哎呦 这样我站上面这种细节都没有用了 再细节也没有用 挡不住了 朋友真的挡不住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包接在后边啊 A狗挂 哎呀 我们这包怎么死到中路了 先去A狗把他A狗杀了 哎 没有打掉 没有关系 他已经注意到我了啊 先干小道的一个跳C油炮 赶两枪残了 就不用C油炮残血照样卡点去带走 让我们直接就找那个A狗 A平台那个人啊 他们家警台那个人 哎 发现有人在打我 好 那我们这边再打我啊 我们这边再打我啊 我们再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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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打 在选择一波绕点 先剪包下包啊 这个意识真的是非常的霸气 非常稳健 这就打再绕一波 哇天这简直了 是的变态 是的变态 我们这边队友好像又又在A挂掉了 这边接着绕B啊 行云流水的这种意识思路真的是点滴之间见增功夫 知道吧 同志们 大家多学着点啊 好 那我们这边在B下包啊 这个包的位置一般一看就是一个B仓包啊 一看就是B仓包 那我们选择这些就往这边跳啊 从B仓这个对角位架 哎 这个点位真的 经常用的 好 那我们再来水下啊 水下的位先从来捞一下 这位如果走从窗户了 对吧 绝对不会想到是在B啊 因为我们这下了靠包点的位置啊 他可能会觉得B水 但是看发现B水没有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窗户来跳来看有没有拆包 但是学到没有 这是枪王之王曲的套路啊 好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对吧 会不会上钩啊 这是经典残局啊 可以可以 其实可以炸他的 说实在可以炸他的啊 我们看能不能炸死他呢 去吧 186 哇 弹幕走过6了 我的妈妈 哎呀 太变态了 这还怎么玩 告诉我 15-0了 15-0 枪王之王曲 我觉得在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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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作者里面根本没有人可以匹敌了 这个 这感觉就真的变态了啊 哎呀 我感觉我这里都飘了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中国再聚一下 在中国聚一下啊 我想想 我想给大家说什么 我刚刚忘了 我给大家 我想给大家说 对 我想想 朋友们 这个 这个事情不是我打的啊 大家可以想想是谁打的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好 那我们觉得这一视频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打的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谁啊 猜是谁 然后在视频上留言 我倒抽一个 这个 免费上枪王的资格 啊 这个局确实变态 你看这 这简直没办法了 要是我的队长机 我绝对喊啊 撂撂撂 绝对的 绝对 哎 这队友 队友都局 我的妈 开队还玩嘛 大家记得多点赞啊 我的天 这局简直太变态了吧 队友 队友说发挥一下啊 要不然20杀了 真的 太稳了 那我们看一下啊 大家就多点赞 是吧 多多转发啊 三连 知道吗 三连啊 三连 哎呀 最后有人肯定在这边 队友 死了 三二一 戳 弹幕 走破六了 我们就下期节目了 莫 顾德贝